这个Date跟进口之间的关联 好请你们动手做 这节课我们一定要画完那个 就是 进出口统计 苦 好 好了 继续啰 真的我都帮你们做完了 来不及就算了 就去欣赏就好了 欣赏我做出来的成绩 来画面就用一下 好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观看啰 你有没有发现到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刚刚这边是画 算了 先不管它了 我们 我们现在要针对 针对它来做计算 算什么 就是这里面的 进口值 是多少 出口值 是多少 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新增量值 那你会说到底这里是哪里 这边叫做各年进出口统计 各年进出口统计 可以吗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里面 滑鼠右键 新增量值 为什么是新增量值 好 不是新增资料行 因为所谓新增资料行就增加一整行 新增量值就是只增加一个值 你看看 你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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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做完的成品 可以吗 做完的成品 这边是新增量值 新增进口的值 出口 总值也很简单 就是新增一个出口的值 好 怎么做呢 滑鼠右键 新增量值 可以吗 要点对的地方哦 在这个资料表下面 例如说 date 滑鼠右键 然后新增量值 接下来 请输入 请输入这个 看你先做进口总值好了 我们先算进口 进口的金额 进口金额怎么做呢 当然就是用加总哦 s-u-m 你可以打s-u-m 但是我喜欢打s-u-m 然后透过上下的方向键 往下去找到s-u-m 然后tab键 tab键 点一下之后呢 这边他是不是就会告诉我说 接下来那你就要告诉他是哪一个 蓝 请问我是不是要算进口金额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去找 找进口的值 这是出口的值 所以不对 我要找到进口的值在这里 进口值 tab键 tab键 然后又刮虎 enter 我这样就做完了 顺便再练习一次好不好 这边是不是就有一个进口金额 就是他的打法其实跟以色谣很像 但又不一样 就是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好 好 是右键 新增量值 我们来去做出口金额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样 s-u 然后方向键往下找到s-u-m 接下来就要找出口的值 tab键 然后 现在只差这个右刮胡了 就打这个右刮胡 enter enter是告诉电脑说我做完了 可以吗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等于说 有了这两个值了 因为这方便等一下我要去做所谓的就是 进出口统计的这张图 好 请你们动手来去做